今天分享杨将的散文 世界是自己的 我今年一百岁 已经走到了人生的边缘 我无法确知自己还能走多远 寿命是不由自主的 但我很清楚 我快回家了 我得洗净这一百年沾染的污秽回家 我没有登泰山而小天下之感 只在自己的小天地里 过平静的生活 细想至此 我心静如水 我该平和地迎接每一天 准备回家 在这物欲洪流的人世间 人生一世实在是够苦 你存心做一个与世无争的老实人吗 人家就利用你 欺负你 你稍有才得品貌 人家就嫉妒你 排挤你 你大度退让 人家就侵犯你 损害你 你要不与人争 就得与世无求 同时还要维持实力 准备斗争 你要和别人和平共处 就先得和他们周旋 还得准备随时吃亏 少年贪玩 青年迷恋爱情 壮年积极于成名成家 暮年自安于自欺欺人 人寿即可 顽铁能练成的金金 能有多少 但不同程度的锻炼 必有不同程度的成绩 不同程度的纵欲放肆 必积下不同程度的顽劣 上苍 不会让所有幸福 集中到某个人身上 得到爱情 未必拥有金钱 拥有金钱 未必得到快乐 得到快乐 未必拥有健康 拥有健康 未必一切都会如愿异常 保持知足常乐的心态 才是翠月心智 净化心灵的最佳途径 一切快乐的享受 都属于精神 这种快乐 把忍受变为享受 是精神 对于物质的胜利 这便是人生哲学 一个人 经过不同程度的锻炼 就获得不同程度的修养 不同程度的效益 好比香料 老得欲碎 墨得欲细 香得欲浓烈 我们曾如此渴望命运的波澜 到最后才发现 人生最曼妙的风景 竟是内心的淡定与从容 我们从如此期盼 外界的认可 到最后才知道 世界 是自己的 与他人 毫无关系 人生最后 感谢观看